数一数二 梦想突破偶像派 想变成实力派 最开始我还不相信 直到我看到他的名字 他叫刘帅君 我想问回他 掌声有请 你好 小帅 来者不善呢 我好不容易选一身绿衣服 我这大帆领你也是帆领 中山了是吗 好家伙 你们俩像一个组合 是像父子组合吗 我这么老 你今年多大 我三十 那也还行 也不是特别年轻 他的愿望跟你一样 都想突破偶像派 我很享受当偶像派 自我介绍一下 杨万哥好 各位评论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刘帅君 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南交作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 目前在上海 从事互联网行业 这标签有点意思 数一数二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男 对数字比较敏感 然后我的工作 生活都离不开 数字这个元素 所以就给自己 其他一个这个标签 那这还有什么 其他的含义吗 数一数二 这一和二 还会代表什么吗 一和就是 因为我弟弟 他比我小六岁 然后我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他在家里 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 可能会更幸福一点 但是我今天来 我就想告诉他 他不是多余的 他其实才是我们家 最可爱的小宝贝 这听起来有故事了 他说自己是多余的 对对对 会不会平时兄弟俩相处 你有什么让他误会的事 他有点吃醋 就是怎么说呢 他有点特别 那个是我的弟弟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点特别 就是出生的时候 由于缺氧造成了轻微脑瘫 然后在行为上和语言上 都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从而是反应 都会比别的小朋友慢一排 这是弟弟的一个感慨 他说他自己 由于这样的状况 给家人添了很多的麻烦 他总觉得自己多余 对 是 然后我记得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会走 但是会挪动凳子 来回来去的 有一次我妈妈 就是煮了一锅开水 放在桌子上 他不小心 然后把他打翻了 整个开水洒在他身上 整个身上都是红色的 起了很多泡 我们看到的时候 以后特别难受 也特别自责 觉得对不起他 没有保护好他 对 没有保护好他 他也很懂事 看到我们难受的时候 他很自责 他说 都怪我 都怪我 要是 要是我自己会走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所以听到弟弟这么说 你会更难过 对吗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他 你不是多余的 你才是我们家 最可爱的小宝贝 其实他有一个 说好又不好的习惯 就是他喜欢囤东西 囤好吃的 不管是别人给他的 还是我曾经给他买的 他都会囤着 然后我说过他无数次 我说你吃 吃 你吃完了 哥哥再给你买 但是他就是不吃 每次都放着 放着 放过期了你知道吗 非要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分给我吃 他自己都不吃 自己留着 所以你说弟弟这个坏习惯 囤东西其实是为了哥哥 他想把东西留给你 是的 是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学计算机的嘛 然后就是我有次回家的时候 给我妈说了一嘴 我想买台电脑 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听到的 然后过几天的时候 他就拉着我去他那个 小命运基地 然后给了我一个盒子 当时其实我觉得 我还以为 那个铁盒子 装糖的盒子 当时我以为是好吃的 但是我打开以后 我直接就哭了 我什么都没说 直接就哭了 里面各种零花钱 小到一毛的 甚至五分的都有 都特别旧 一看都攒了很久的 都舍不得花 他把自己存起来的钱给哥哥 对 所以虽然他和其他人的弟弟不一样 但是他和哥哥的那个心 这个兄弟情是一样的 对吧 对 他在我的心里 千万亿万都不换 其实故事聊到这儿我明白了 属于属二并不只是率军 这个从事IT工作的象征 这一和二 其实就代表着哥哥和弟弟 希望你们加油 好 谢谢杨阳 舞台属于你加油 舞台属于你加油 还记得小小年纪 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 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 手还握着冰淇淋 有时候难过生气 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 依然清晰 回忆里那些曾经 有笑有泪的光影 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 在同个温室里 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唯一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也要握紧你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相知相惜相依为命 别忘记彼此的约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陪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